鸡针和鸡心呢,你在家便老实炖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老好吃了 今天我来教费大家 鸡针呢,我们先给它横刀切 再竖刀切 改成像我这样的花刀,它更容易入味 然后呢,我们把鸡心也改成十字花刀 改成这样 然后咱们冷水下锅 来一勺尿酒去腥 煮出血沫以后呢,咱们洗净备用 起锅烧油,葱,姜,干辣椒,花椒爆锅 再来一勺蒜蓉辣酱 炒香以后放入生抽蚝油 全部炒香放入鸡针鸡心 我们给它大火爆炒 炒出这里边的水汽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 麻烦给我点个双击呗 就是向着屏幕帮我点亮一下呗 谢谢你们 炒香加入忘情水 来一点老抽调下颜色 再放入盐和鸡精调味 扣盖炖20分钟 放鹌鹑蛋再炖5分钟 最后来点水淀粉勾芡 撒迷人的小葱花出锅 如果您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 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